肝病最長的症狀是什麼? 肝病最長的症狀是沒有症狀 所以是可怕的地方 冬好禮拜不可以哭了你說不痛苦不痛苦 所以肝病在早期、中期都沒有症狀 在末期的時候你可能會防感 可能會平均、吃不下飯 但是在初期的時候是沒有症狀的 就是肝癌的十幾公分 十幾公分的肝癌 為什麼十幾公分才會找醫生呢? 因為肝臟內部沒有痛絕的神經 肝臟內部沒有痛絕的神經 只有外面表面正正病才有神經 這個病人為什麼那麼大才發現? 因為肝臟痛 肝臟內部沒有痛絕的神經 肝臟只有外面表面正正病才有神經 所以肝臟什麼時候會痛 就是肝癌很大領導表面的神經 或者是肝癌不大 但是長得好、長得好 長在表面、靠近表面、刺激表面的神經 或者是肝癌破壞 這個時候會痛 所以有這麼快可以找醫生來不及 所以肝病可怕的地方就是隱形殺手 大歹看 風經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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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